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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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我是鹿讲 這支影片拍的蠻临时的 是因為我想要跟頻道的觀眾聊一下天 就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現在的生活算是遇到的困境吧 從經營頻道到現在已經至少有四五年了吧 那這段時間我幾乎都是一個禮拜會上兩支片 來記錄我跟文當的生活 還有分享給大家我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東西 也都拍得很開心 然後透過頻道認識非常多 就是現在在看這支影片的觀眾 我一直覺得會這樣順順地一直拍下去 但就是最近因為生小孩 然後在照顧小孩嘛 我的生活真的發生非常非常大的變化 那我在經營頻道上面開始感到有一點困難 就是生孩子之後呢 時間真的變得太領稅了 那因為頻道呢我平常都是一個主題一支影片 例如說今天去哪裡 今天去做了什麼事情又一支影片 但是生小孩之後我發現很難這樣拍 因為孩子有太多事情要處理 時間變得太領善 就導致我沒有辦法拍出一支非常完整的影片 那以前只有我用文當的時候嘛 就是我們想跟大家分享的 我們兩個可以慢慢拍慢慢地說明 但是現在因為小孩子會有臨時很多問題 然後又沒辦法出去那麼久的時間 因為本來去的地方就有限 結果每天都待在家裡 然後拍攝的時候呢 也沒有像以前一樣那麼有餘裕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生小孩之後 上傳影片的頻率變得比較低 可能是一個禮拜一支 或者是兩個禮拜一支 因為照顧她的時間太零散了 其實我很難把一支影片拍得很完整 那因為我又有一點完美主義 就覺得 蛤這樣不完整的一支片 那我就不要上了 可是我後來發現如果這樣子的話 我就根本沒辦法上片 然後我也想過 要不要乾脆就是不要再做Youtube了 雖然Youtube是在記錄我的生活 但是我要先把我的生活處理好 我才有辦法來拍影片跟大家分享 但是這樣想了之後 我又覺得很可惜 就有很多跟瓦雞一起做的事情 還有很多想要記錄瓦雞的事情 還有我跟文當兩個人之間的事情 那Youtube留下的影片呢 其實也是我的回憶紀錄 我有時候也會覺得 這個沒拍到很可惜 這個沒有記錄下來很可惜 所以我其實 從生小孩到現在 我一直在調整我的Youtube 要怎麼繼續做下去 還有我拍影片的方式 要不要做更改 其實我資料夾真的有很多 被我後來刪掉 絕對不上傳的影片 因為拍得真的太零碎了 我其實沒辦法把它變成一支非常完整的片 但是我後來換個角度想 其實現在這麼零碎的片段 這麼零碎的時間 不就是我現在很真實的生活嗎 就是我好像其實沒有必要去 糾結那個影片的完整度那些東西 就雖然我的頻道 一直都是Vlog比較多 那接下來唱可能的影片呢 可能就會是 好幾天綜合起來的Vlog 也是我現在真實的生活 所以就覺得紀錄下來也不錯 可能不是那麼完整的一支主題 但是我就是用我自己舒服的方式 去拍一些Vlog來記錄我的生活 現在麻糬在我旁邊 真的要動出來了 因為麻糬已經開始躁動了 就把它抱過來 寶貝你看 這個是我們youtube喔 有很多觀眾 大家都在本地長單耶 好 啊 怎麼這麼沒禮貌 你怎麼這麼沒禮貌啊 現在在拍影片耶 但是沒關係 有打格有舒服齁 我現在每天的生活呢 就是幾乎都這樣子 餵奶 然後幫他拍格 然後跟他玩這樣子 就其實以後回去看這一段 應該也會是很好的回憶 我之後影片的拍攝方式呢 可能會有點改變 不知道有沒有一些 也在育兒的人 能在看我的影片 我自己真的非常希望 可以透過這個頻道啊 可以跟一樣在育兒的家長們 就是大家一起互相產生共鳴 然後互相一起彼此鼓勵加油 因為育兒真的是一件很辛苦 可是也覺得很甜蜜 很難以取代的時光 因為常常聽到有人說 育兒的時間感覺很長 但是其實呢 有一下就過了 我現在講講話很酷喔 媽媽要把握現在 可以好好跟你相處的時間 對不對啊 哎喲 你流口水 怎麼這樣子這麼安靜啊 你其實可以叫一下媽媽 啊啊啊啊 好處理完了 對 每天就這樣子 有時候可能影片拍一拍 他突然怎麼了 那我就會放棄這支影片 就覺得哇影片又不完整了 可是哇又覺得 這個其實也是 蠻真實的時光啦 那也請大家繼續多多指教 其實我真的有想過 要不要乾脆就是不要拍影片 因為就覺得 時間上真的有點難堅固 因為還要工作 照顧他 然後弄頻道的東西 覺得其實 生活有點緊啦 但是又覺得如果自己 就這樣放棄了 不更新了 那其實也很可惜 而且我覺得我一定會後悔 就是現在的這些畫面呢 以後都可以留給麻吉看 那也是屬於我跟文當 還有麻吉 還有大家很珍貴的回憶嘛 對不對啊寶貝 你可以自己一個人去躺著嗎 媽媽覺得你快睡著了耶 好不好 那你等一下不要嫁好不好 你自己去睡一下 好了 好那把麻吉放回去了 那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今天其實有去一下 那個Karudi Karudi呢現在有一個台灣的活動 所以他們賣了非常非常多台灣的商品 我就買了很多 其實平常是不會買到這麼多啊 但是因為生小孩子 我就覺得 要出門是一件好難的事情喔 所以就會一次買多一點 那跟大家分享我買了什麼 首先是麻醬麵的泡麵 不知道這個吃起來怎麼樣 我一次就買了兩個 我就是一個很愛吃麻醬麵的人 當然它的味道呢 一定是不會有台灣的拌麵那麼好吃 但就覺得蠻有趣的 所以買買看 然後還有台灣油飯 當然我也是買兩個 還有一個花生酥 然後我買了台灣的豆漿 這個是韓糖的豆漿 這個是黑豆漿 然後還買了一個金蘭醬油膏 呵呵呵 就是煮菜的時候呢 吃水餃吃破貼重 就還蠻實用的 那這支影片呢 其實拍的也是零零散散的 就是我也只是很想跟大家分享 我在生小孩之後 我對於頻道的經營 還有我的生活上 其實都面臨了很大的挑戰 因為我真的沒有想到 因為他照顧小孩 是會這麼累耶 再加上我跟文道又沒有後緣 但經過這兩個多月 我也開始 比較習慣比較上手了吧 那我會繼續用我自己 覺得舒服的方式 繼續拍影片 然後跟大家分享我的生活 那接下來請大家多多指教 不知道這些東西吃起來怎麼樣 等到我吃的時候呢 我會在我的Instagram上面 再PO一下感想 但現在呢就先買起來 而且其實我買這麼多台日幣 一千九我覺得蠻便宜的耶 還不錯 謝謝大家看今天這支影片 掰掰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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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